詞曲 李宗盛 念這個Ong Pukam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是他們成為三寶弟子 第二個意義是當下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清淨的極樂世界叫淨土宗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做詩詩法會的時候 他們來到的地方都是淨土 所以Ong Pukam各位也習慣 你到外面去住旅店的房間 我們進去都會念Ong Lan Soha 那個地方清淨 清淨以後Ong Pukam這個地方變淨土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修行 有四個小咒各位跟我唸一下 Ong Lan就是淨化你自己 包括你從洗手間出來到大雄寶殿 你要把身體淨化淨化 來唸一下Ong Lan Ong Lan Ong Lan 代表淨化水果什麼東西都乾淨了 身口衣乾淨了 然後第二個要保護你自己 保護你自己 來 左手 拇指頭按在倒數第四支 這個叫金剛拳手印 放在你的腰 唸一下 Ong Tr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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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唸這個 那就守護你自己 不會被那些妖魔鬼怪干擾 保護你自己 保護周圍 保護環境 唸三遍Ong Trin 這個叫文書一字咒 然後特別女人一定要會被 懷孕的媽媽 保護母子跟胎兒 乃至女人有婦女病 都要唸這個文書一字咒 所以說 Ong Tr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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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保護你自己 然後呢 又可以保護胎兒 保護那個媽媽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打坐的時候 都會唸 要打坐 誦經 唸一唸 保護自己 然後我們去 超度眾生的時候 自己也不會得到傷害 就像你要去滅火 你要去滅火 你要抬著滅火衣 才走進火場去滅火 所以這個Ong Trin 就是守護自己 唸一遍保護自己 唸兩遍保護旁邊 唸三遍保護周圍 母子平安 消除婦女病 然後呢 第三個咒 唸一下 Ong Bl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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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你今天在唸大悲咒 唸心經 一定會缺唸幾個字 或唸錯 把它補滿了 叫Ong Blin 最短的 補缺咒 所以 就是我們所唸的經 錯的都把它圓滿了 第四個 來 Ong Pukam Ong Pukam Ong Pukam 就剛剛講了 眾生歸一三寶 此地變成淨土 所以我們在這邊修行 所以這個叫 唐蜜四小咒 很重要 每一次 做修行都會把這四個咒 唸一遍 來 背一次 Ong Lan Ong Lan Ong Lan Ong Trin Ong Trin Ong Trin Ong Blin Ong Blin Ong Blin Ong Puk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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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你唸完這四個小咒 再來就升起大悲心 那你就唸Ong Ong Lan Ong 然後升起大悲心以後 那你就開始做修行 你要去做護士啦 你要去念心經啦 都以大悲心為動機 一做 然後做完以後 把功德回向眾生 離苦得樂 好